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全链路UIUE设计师课程电商Banner 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电商Banner时操 我是燕子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哪个时操的一个Banner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文案以及它的需求 那这个文案呢是大将军游戏广告宣传的 然后要求呢是符合男性的审美 然后呢要有男性的出货钢子战斗霸气的感觉 它的尺寸呢是120350 这是它的广告语 格式呢保存GoopG的格式 当然你也可以保存PSD原文件的一个格式 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展示的一个效果图 那这个呢你会想到啊 这是国战的一款游戏啊大将军 然后你要找到它这个跟游戏相关的一些素材 这个呢是我找的它的一个素材 那接下来咱看一看这个展示的一个效果图 你可以做成什么样的 比如说这样的呀还有这样的呀 你也可以看一看游戏里面的一些Banner啊广告啊等等 你都可以去看去借鉴一下然后去给它设计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文案啊 文案是1200350 那接下来啊我们可以啃出嘉然先新建一个画布 那这个画布呢新建多大的 然后呢是1200350 然后它的分辨率呃是72的RGB的颜色 我们点击一下创建 当我们创建完成以后啊 我们找到我们的素材 那我现在呢找到的一个素材 比如说这个你可以作为它的一个背景图啊 或者说这个你也可以作为它的背景图啊 这个背景图呢可以任意的去选择 比如说这张图我呢作为它的一个背景图好 按入Shift的键加out的键啊以中心把这个图呢给它进行一个放大 放大完以后啊我们现在呢 去给它再新建一个画布 然后呢给它压岸边的一个效果 压岸边的方法有很多种啊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第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三个辅助键加新建图成 建完图成以后啊 我们接下来呢前景色给它改一下颜色 我们点键管i 键颜色 键个颜色呢键深色的啊 比如说这个深色啊颜色不太好看 你可以去自己手动的去调一下 键个深色的颜色 比如说键完以后我们可以点击渐变 我们给它拉一个前景色到透明色的渐变 然后呢这样去拉 看到了没 拉线形的啊这样去拉 给它拉的柔一些啊 就是压岸边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再压岸边一点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比如说这里想要火的感觉 啃出T 右肌鼠标 我们给它水平翻转等等都可以 那这个压岸边呢除了这种方式以外呢 好 我们点击这件删除 你也可以点这里啊 这里有一个存色 存色啊我们点击确定 它会自动呢自带一个蒙版 那我们再点击一下B画笔 画笔呢我们选中蒙版 然后呢画笔这里呢 我们给它圆度啊 给扁一些 比如说50啊30啊 根据你的这个 它的一个画布啊 画布太窄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还得再改一改 比如30 好 现在呢我们前景色为黑色啊 把它中间的这个深色的给它隐藏起来啊 这样也是压岸边的一种方式 好 呃 当然这个颜色你也可以改啊 比如说你看你可以在这里去调整吧 可以任意的去调 看到了没有 可以任意去调 我们点击确定 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背景的做法 呃 这两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快捷一下压它的背景 当然除了这种方式啊 呃 你也可以用画笔去做 但是画笔的话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好做出来的 就是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三个辅助键加画笔 画笔呢 然后呃 我们给它手动的去擦 比如说你看啊 我现在呢就在这里啊 直接单击一下 就这种方式啊 直接单击一下啊 单击一下 这种呢 但这种的方式呢一个比较慢 还有一个做出来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用这种画笔的形式 我刚才教的这种两种形式啊 都是比较常用的 你可以用那两种形式啊 好了同学们 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啊 可以把这个操作一下